- 哇阿堂哥 今天又到了我們阿堂哥說故事的時間 我們來了解一下阿公的恩怨 阿公的恩怨 至於帶來和解一下 沒錯 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Jaguar F-Type R75 75 中年紀念版 - 最旺邊的主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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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主角 - 是一台非常漂亮的跑車 - 英國跑車就是一種獨特的韻味 - 長長的車頭 - 屁股快要坐到後輪上面去了 - 它就是F-Type - 其實堂哥你可能不知道 - 我跟F-Type的淵源還算蠻深的 - 它還沒上市我就看過它了 - 那一年我受邀去英國參加 - 上一代Range Rover的全球發表 - 發表完之後隔天 - 他們就秘密到我們到一個 - 私人莊園小花園 - 很神秘的 - 你們聽一下這個引擎聲 - 砰砰砰砰砰砰 - 然後車開出來 - 哇 - 就是這一代的F-Type - 它的改款前真是漂亮 - 其實這個F-Type - 雖然是跟這個E-Type - 有這種致敬的意味 - 可是我覺得它在新一代的跑車裡面 - 它的設計真的是美 - 然後我們今天似乎要講一個 - 糾纏不清 - 從40年一直到今天 - 這兩台到底有什麼淵源呢 - 英國的車場其實跟比賽 - 比賽都有一點關係嘛 - 那比賽就是首讀規則嘛 - 對 - 那Jaguar - 或者是德國車場寶石姐 - 賓士一樣 - 大家都是把規則書背爛的嘛 - 對 - 那我們要回說到1988年那時候 - 統治立曼的是962C - 扁扁的嘛 - 對 - 那因為它的罩門是什麼 - 它的水平對我引擎在後面 - 對 - 所以它的那個下老流的Diffuser - 那時候已經開始發展出來了 - 是 - 它完全做不到 - 因為被引擎佔滿了 - 是 - 那Jaguar XJR9-9 - 他就用這個V12 - 讓氣流兩個通道 - 所以它是計畫性的去贏 - 對 如果你關心這個比賽的話 - 它是後來就贏掉了就好了 - 所以那時候就結下梁子就對了 - 對 所以呢 - 這個兩個還是在賽場上 - 有這個互相競爭過啦 - 那今天這個V型的V8 - 雖然在前面 - 這個水平對臥是在後面 - 那我們也可以來聊聊有關於引擎跟驅軸的故事 - 很有趣齁 - 其實你看大家知道 - Jaguar Lenovo 它這個AJ系列的引擎 - 發展到最新這一代叫AJ133 - 其實它應該屬於AJ V8系列的第三個世代 - 但說是第三世代 - 它也2009年就已經誕生了 - 等於是說2013它就是搭配這個引擎 - 對 然後它中間經過一些細部的修改 - 馬力從500匹到現在這一台 - 575匹 - 對 575匹 - 對 那其實我覺得今天特別有意思的就是 - 這兩台個性上完全是南原北側的車 - 那它搭載了這個機械增壓的V8 - 而且它用的是相對特別的這個 - Crossplane 的這個十字型曲軸 - 能不能先跟我們講一下就是 - 對 - 水平曲軸跟十字曲軸 - 它的結構上的差異在哪裡 - 那應該是回到古時候好了 - 汽車發展開始從四氣缸嘛 - 對 - 那四氣缸很簡單 - 它就是1342 - 對 - 兩缸兩缸這樣子重 - 對 - 當時要更多動力 - 它有所謂的平衡的問題 - 對 - 你四氣缸不能無限加大活塞嘛 - 對 - 不然你很像在搖一個大石頭嘛 - 是 - 你光發動的時候引擎的震動 - 車子就翻掉了 - 對 - 那它為了增加排氣量 - 只好增加氣缸速 - 是 - 那很簡單 - 我今天帶來一個小道具齁 - 那以四氣缸來講的話 - 等於是它每轉180度 - 其實就像腳叉車的這個走嘛 - 對 - 180度施一次工 - 180度施一次工 - 可是這個缺點是 - 像在20年代美國這種豪華車 - 車頭跟車尾一樣長 - 長達6公尺的車它非常的重 - 對 - 那等於是說你每一次施工 - 每一次施工的距離太久了 - 對 - 然後它要等到轉起來 - 它轉不起來 - 因為當時的變速箱 - 可能是三檔 - 自排 - 手排可能最多是四檔 - 對 - 持筆很書嘛 - 對 - 凱提拉克在20年代就發展了這個 - 來 - 注意看一下喔 - 它就變這樣就cross - 它把這個8氣缸啊 - 變成 - 每轉90度 - 就一個爆炸 - 每轉90度一個爆炸 - 對 - 那這樣子來說 - 就是引擎轉一圈 - 就四個爆炸了 - 那它的力量會很早出現 - 所以它的點火 - 相對的會比較密一點 - 本來的flat - 180度點一次 - 對 - 那現在變成90度就點一次 - 感覺 - 想像那個毛毛蟲在騎腳踏車 - 兜兜兜兜兜兜兜 - 間隔90度就踩一次 - 然後這個cross - 它一個很特別的 - 對 - 它因為左右左右 - 點火速區的關係 - 這樣跑跑跑跑 - 到最後會這樣子跑回來 - 有個對角 - 對 - 所以它有一個很浪漫的聲音 - 對 - 感覺有一點像三拍的感覺 - 所以一樣是 - V8 我們視為兩個直列四缸的組合 - 對 - Close跟flat - 它的點火順序 - 除了曲軸的形狀不一樣 - 點火順序也截然不同 - 1到8 我們把它通成左右兩邊再點的話 - 這個cross 它是這樣子 - L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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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L R R -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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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煮開水的聲音 - 噗 - 噗 - 噗 - 或者是 - 可能就是像美國V8 - 哈雷那種三拍的感覺 然後他轉起來就 血脈噴髒 Flat是左右兩邊嘛 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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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聽V8的高轉速跟S2000 高轉速其實是一樣的 那其實不是說Cross就很容易做 其實他更複雜 他的加工難度是更高 對他又要配重 那因為引擎有配重的關係 所以到扭力大的話 其實他那個慣性是非常好的 應該是說就是所謂的引擎的 一階震動跟二階震動 就是說Cross他的一階震動不像Flat Flat就是兩邊 他往下的時候中間就往上 對 所以他反而是一階的震動是低的 對 他反而吃虧的是在二階的震動 對你這樣晃嘛 對那Cross就不是啊 他是完全是不對稱 對所以他就會需要 取軸的更多的配重的工程 去底下他的震動 這裡可能有機會我們再詳述一下 是 對那等於是說 以這個來講 為什麼Flat跟Cross 我們像法拉利的E36引擎 對 他用在跑車的話 他就是Flat 對 那他用在馬薩拉蒂 跟Alfa Romeo的8C 他就改成Cross 沒錯 因為那個車重 像Rodester已經重的 1,600多塊1,700 所以他為了讓重的車子順利起步 他需要有更好的低轉的扭力 對因為扭力乘以轉速就是馬力 那你只要扭力趕快出來的話 車子加速就快了 其實像另外一個很著名的引擎 賓士的156 SLS 6200 V8 對 他也是做到6000多cc Cross的這個曲座 其實我們注意看 他在GT3的這個比賽裡面 表現很好耶 對 以那個時代來講 當然寶石姐是常勝軍嘛 對 那23在爭霸的就是R8 沒錯 石鋼跟這個V8 Cross 你注意看他們比賽 其實他出彎都非常的快 他不用等轉速 扭力來得很快 快 那一年2011年 我去採訪紐柏林的24小時 賽場上印象讓我最深刻的兩台車 一台就是SLS AMG GT3 閉著眼鏡點頭說這個就是他的車來了 碰碰碰碰碰碰大聲 然後另外一台是LFA 也是一個Flat的典型案例 YAMAHA的引擎 超高轉速 對他經過就是 哇哇 所以呢 Cross的這個曲軸 其實把它運用在車子重量 然後在一個綿密的變速箱 它加速是非常快的 至於這個在凱迪拉克它在發明之後 然後再到136到156之後 我們在這個捷報上面配合這個V8 它再加上這個機械增壓 機械增壓 那這個機械增壓的好處是說 它只要輕輕一轉 第一個轉 它這個機械增壓就產生1900cc的空氣 它是直接跟曲軸連動的 對 所以它也是不用等轉速 而且它的增壓相對的穩定 它不像 有渦輪增壓 你可能廢氣越大 它轉速會越快 對講到這個又跟聲音有關係了 你看 這台車好聽 因為它不用渦輪 渦輪就好像一個混音器 對 我們剛才那個 op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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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th spaceship 你打到渦輪之後排出來 它就是聲音 對 就像賓氏的KROSS的V8 它的渦輪 聽起來很兇 可是少了一些個性 這個機械增壓 它是在這個進氣前端 沒有廢氣的擾亂 沒錯 所以你聽到就是標準的這種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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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聲音 而且它的整個管路配置也相對的簡單許多 其實嚴格來說這個成本會低一點 對啦那只是說它可能在近期之內的環保 包含噪運包含油耗可能還有排污表現比較不好 簡單講就是說跟曲軸聯動的它會有一個皮帶 它透過一個電池離合器 然後這個一般它是用Eton做的 TBS系列的 它有兩個螺旋的轉子 那它這個轉子在轉空氣進去這個進氣氣管 它有點像是它的轉子引擎那樣的概念 就是它把空氣不斷的往裡面擠進去 把它擠進去的 所以等於是隨傳隨到啦 所以那時候我2013年去試F-Type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喜歡它那個時候的AJV-6跟AJV-8 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那個時候的渦輪增壓 Turbo charge 的引擎 多少都還有這個Turbo lag需要克服 但是機械增壓 Super charge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它的油門反應非常快 你可以瞬間採放採放 轉速就是出來出來 對啊但是說這麼多 它一定也有它的缺點吧 應該是說以10年後來看這些缺點都是優點 對這就是它的個性 沒有所謂絕對的好或壞 因為市面上所有的V8 就從性能車來講 需要高轉速的都改成Flat的曲軸 每一個都是拉轉速聲音都很高亢 對 那我們今天會去論述它的聲音 或者是低速扭力大 高速會比較沒力 可是我覺得10年後你會發現 市場上只有這台車有這種感覺 是 可是就是像我們開罐法拉利或者寶石街 你就很習慣那種 你要不斷的往高轉去探索 對也是因為它的扭力 它是出現在前面 所以開車還是我們駕駛習慣調整一下 升一檔 是說明一下就是說 一般這種Cross Plan的這個車 它一般這個鋼筋跟沖繩 它的沖繩會稍微長一點 這個跟那個Flat Plan Cross Plan一樣 你如果是Flat Plan它排氣量不能無限大 對 等於是四缸裡面排氣量最大的 我們知道就是寶石街 那個968 3000cc是最大 可是它的那個反向平衡走是很重的 然後再來就是Tacoma的2.7 那至於你要做到像賓士的這種6000cc 就要依賴這個Cross的這個十字的曲軸 它才可以做到這麼大的排氣量 然後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它為了配重 你看它的曲軸 它的那個配重塊都特別大顆 我想這也是它很難做到很高轉速的一個原因 可是假設利用這個低轉速的特性 等於是說它光配重的重量跟飛輪的重量 其實你在代速的時候它慣性是很好的 1700cc你要它起步油門輕踩它就轉起來了 對 就是說你給一點油門它其實會Hold住在那邊 它還有慣性繼續維持曲軸的轉動 不像如果說Flat它的這個曲軸本身配重很少 它本身轉動的慣量低 所以它那個轉速在起落就特別快 所以你要做跟子一下子太慢 它轉速就掉下來了 它就掉下來了 對那所以我覺得缺點 反過來就是優點嘛 這個的優點反過來是缺點 還是取決於駕駛者 你到底是賽道還是平常代步 還是我要在高速公路瞬間的這個加速 所以在賽場上像那個AMG GT不是後來決定了 它的Black Series我決定用Flat Plan 那應該也是科技進步它downsize到4000cc 對 那4000cc加上這個渦輪 現在我們科技已經可以控制它那個扭力提早來了 對 對 那至於之前的V8真的是太重了 確實是喔 V8尤其它現在做這個夾角內置渦輪 對 加上它那個旗管的分布 它其實是可以把它的這個排氣的頻率順序做到去 不會互相干涉 對 而且渦輪可以啟動的很快 對 你看它進氣 進氣就到氣缸啦 不用照那個intercooler照到前面後面 這也是科技進步啦 哇 不過說真的就是 就像你講的 再過10年來看 因為這一台R75大概我們可以試到的最後的Jaguar的燃油車了 或者是Cross Plan Crank 最後的一台 真的 試送你找不到啦 是 對你看嘛 連頭背的都換成這個Flat Plan 因為市場大家喜歡那個高轉速綿密的 那這種我是覺得有那種傳統然後隨時隨到 假設以吃飯來講啊 它就很像 就是吃控肉飯滷肉飯卡扣飯那個 我很餓 我一吃就有 你會想念 對 那當然說我們每天吃好吃很精緻的鐵板燒日本料理 你發國菜之後 偶爾會想要這種東西啦 來粗暴 對 剛剛一路來走高速公路 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大力出奇蹟 它在那個80到120的加速我真的太迅猛了 開起來怎樣 我還是用我比較喜歡科學的論述好了 跑車你要開很快 其實它有難度的 對 因為它的扭力區間是很窄的 然後你必須退檔 那出彎的時候你要保持在高轉嘛 對 那可能你在山路會很忙 二檔三檔或四檔 它會很在意你在哪個檔位 沒錯 比如說你調到四千轉以下 像這個Turing 五千轉以下它沒東西嘛 你就沒了 這一台車的 crossplane的好處是說 任何一個彎啊 你二檔三檔四檔 你都不敢全油啊 對 所以是說 它可以讓一個 一般的駕駛者 享受到那個快感 三檔把它當自排車開就好 這種車的開法就是說 我能夠在低轉速 就大出力 那等於是說你油門 就可以用你的腳去控制了 好像是我在控制車子 像這個Turing的話 是雖然你在控制它 可是你要符合它的那個 很窄的那個區間的轉速 所以問我開起來怎樣 這種出力啊 真的是一百分 所以我說其實它的設定 我覺得它在競技跟GT的豪華舒適 它其實還是帶了蠻大比例的這個GT性格 它就讓你舒服的巡航 你不用刻意的去關心你現在多少轉 動力扭力管構 我覺得我開這台車的時候 是換一個心情是去說 我來享受一下這種大扭力的輸出 那再加上這個ZF它是八速密實的 所以以驅動來講 引擎變速箱 我覺得是非常的棒 因為市面上沒有第二台 至於懸吊就可能要有一點微調 我自己的感覺 它畢竟它不是SVR 就是為了刷牛北而設定的 對 它等於還是比較偏向舒適 對 側型還是大 可是這個又是另外一種優點 就感覺很快 不過它的這個四驅底盤 它底盤用料是非常講究的 然後它四輪驅動我覺得也算蠻聰明的 它的底盤就是文獻說 它連下面的支撐的培鈴 就是那個球桶都有加大 真的喔 對啊 就是讓它耐用度 還有第一次撞擊的聲音會比較小 有回到英國人說的 對啊 車快不是第一要件 第一要件是要優雅 要可以很Gentlemen的開這個車 它的優雅跟那個聲音 這樣整個加起來 是我都覺得 還是我一貫的強調 就是在這個世代 的確是買不到啦 是 你至於說避震器比較軟的這種感覺 我倒覺得不能說它軟 因為現在已經配到20吋 那20吋的台幣比較薄 它可能還是要適當的不能太硬太跳 甚至是像英國的B-Raw 你有可能輪圈 撞到輪胎去順壞 所以我覺得它在這種外觀上的升級 讓避震器對我來講可能是降級 是它不得不的妥協 因為現在還是要20吋比較帥 對應該我覺得還是跟它車格的設定有關 它畢竟沒有讓它那麼緊繃 不是說for賽道專用的 它這個排氣法3500以內是不開的 對 然後3500之後是很高 也沒有那個放炮的聲音 對啊所以說開起來 陳跑以外它是最適合的 也不慢啦 不慢啦 對可是因為我們還是回到這種車重 它在煞車上還是比較吃虧 對對對 畢竟1,700加兩個人快1,900了 快1,900了 1,900要慢下來 煞車還是很負擔 你可以花78萬選它那個套次煞車 好 有下訂我再把它勾起來 好等你 好 好啦我要繼續試車了 好走吧 謝謝阿倫哥 哇靠這聲音太狂妄了 哇 好像那個戰鬥機低空飛過那個聲音 哇 大排量V8 機械的增壓 完全不用考慮轉速 其實這個車喔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戰鬥 雖然它的聲音真的很狂暴 但是那是因為隧道回音的關係 這即便我現在已經在這個賽道模式喔 這個車其實底盤還是蠻舒服的 就很明顯喔 就是英國人希望你呢 開這個車 你可以調低你的呼吸 不用那麼戰鬥 然後並不代表它不強喔 它這個20寸P-Relo的輪胎 後輪達到了305 那開這個車呢 第一個你一定要先調整你的駕駛習慣 因為呢 這個進彎必退檔 在這個車並不適用 完全可以把這個三檔當成自排車來開 哇 你看我現在三檔喔 這個哇 然後這個轉向 反應很快速喔 因為它的扁平比降低了 20寸的輪圈 加上P-Relo的胎 這個轉向幾乎是你動一點點 它就跟著轉了 但是呢 它其實不像N-Power喔 它比方說 底盤的連桿用了很多魚眼 或者比較直接的連接 它底盤的濾章還是很舒服的 你看像這個很集中 我現在在三檔 好 再衝一下隧道 好 我們到第一 哇 太舒服了 我們先平復一下心情 就像剛剛堂哥跟我們分享的 這個車呢 在歷史上有它蠻重要的地位 那除了Jaguar一貫的這個 英國跑車的美型之外呢 這個車在整個的底盤 動力的設定上 都非常的有它自己獨特的風格 那開山路也是 其實我把它放在運動模式 我不用手動換檔 這個ZF偏密的變速箱 它完全可以非常聰明的判斷 你所需要的檔位 然後這個變速箱 還有一個很聰明的就是啊 稍微長一點的直線呢 我直線底我要煞車進彎 我可以左手連播兩三下 我不用等到轉速到了再退檔 這也是非常聰明的地方 好 簡單做個總結吧 只能說在現在的車呢 越來越多帶電的 純電動化的 每一台車的性格 拍起來都很像 雖然它的加速可能更能夠 讓你腦沖血 但是無聲的加速 你找不到那種人車一體的那種節奏感 互動人車溝通的感覺 那Jagra F-Type 可以說是這個燃油世代最後的決唱 所以呢開著它在山裡面 可快可慢 但是其實我跟帶著一種緬懷的心情 我覺得在上個世代 這些歐洲車廠這些日本車廠 帶給我們這麼多美好的回憶 那這個車即便放在現在 它有些設計可能比較像上個世代的設計 但它還是充滿了韻味 再過10年再過20年 我覺得它還是會讓我們一樣 津津樂道 永遠不會過時 好吧 今天的捷豹F-Type R75的試車 就到這邊 我們下回再見囉